我叫板架小微 一名幸寸者 哎 经历了之前乱花钱的惨痛教训之后 我总算也是冷静了下来啊 用于下来的小太阳 每天乖乖的卖材料做配件 总算是弥补回来了一点 武器现在是664 护甲是655 三维呢 战斗和制作 总算达到了6本的标准了 但是这个采集呢 依然偏刻啊 刚刚爬上24 看来升6本还需要两天时间啊 不过 最近营地里大家都在讨论一个很热烈的话题 那就是 哪里能钓到井里 据说钓到井里的人 可以获得一个全新的称号 而且呢 用井里做出来的食物属性价值非常的强大 那还等什么呢 赶紧买上钓鱼帮 咱们去钓井里啊 呃 我怎么 怎么手一抖又开始买东西了呢 算了算了 不管了 要说这钓鱼啊 肯定直奔夏尔镇啊 那里鱼的种类是最多的 钓井里的几率肯定也会最高 结果呢 啊 你妈 钓了整整半天啊 连井里的影子都没看到啊 不过 还好捞上来几只大龙虾 哦 要不然 这波雪亏啊 然后我就去查了一下资料 看完之后 我整个月都要自闭了 这井里 原来是淡水鱼啊 我特喵的还在夏尔镇的海里 钓得这么奇迹 啊 我这鱼在干嘛呀 淡水鱼的话 那就肯定是去秋日森林了呀 然后呢 我又准备了两把鱼竿 一堆的铁鱼啊 开始挂机钓鱼 哼 结果呢 钓鱼技能都升满了 钓鱼专家都四级了 依然没有看到经历 它到底长啥样 哎 这几率也太低了点吧 不过呢 这什么螃蟹啊 和对虾 倒是同一回见啊 我现在都开始深深的怀疑了 到底有没有经历 这个东西啊 哎 算了算了 还是回家吧 我放弃啊 放弃了 看看看看 这到处都是鱼啊 这要吃到哪一年啊 哎 算了 先把这个螃蟹 对虾和大龙虾 好一口 看看是什么样子吧 这针螃蟹针对虾 只是增加保时度 啊 那有啥用啊 我靠 这个大龙虾厉害了 血量上限加160 持续1200秒 哦 我们再来看看 井里的加成 虽说井里的这个 看着更厉害一些 但我怎么感觉 这个龙虾大餐 更好一些呢 看来以后 可以多钓一些龙虾 坐着吃啊 不过这虾 要怎么做呢 我用的是礼包礼带的 哦 没有配方啊 那么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虾是怎么做的吗 有知道的 可以在评论中留言来告诉我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